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来做自清杏 用水果制作蜜剑果斧 大约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汉朝时期 糖纵以后 随着制糖方法的普及 蜜剑果斧更为流行 甚至成了才子佳人的潮流小石 制明朝 制取白糖方法成熟 蜜剑已列入玉扇 今天做的自清杏便是借鉴了 源于明朝的用白糖腌子鲜果的方法 简单易学 将清杏踢去裹地 清水洗净 未尽可能做到清洁卫生 再用凉白开冲洗一遍 控干水分 将清杏制菜板上 用菜刀的刀身轻拍裹身 制清杏果轻微碎裂 这一步是做出上好自清杏的关键 杏果清脆 果肉裂开后 可使糖分浸润其中 酸甜适口 取液清洁后的容器 一层清杏 一层白糖 将容器装满 封口 将容器置于一两处 带白糖融化 清杏泡于糖汁中 自然淹子 一周鱼 甜庆清杏 酸入糖汁 果肉清香酸甜 糖汁干裂清爽 自清杏成 可单独食肉 也可取之少许 加开水充饮 接下来做杏仁酥 这是源自唐代著名一家孙思庙 千金方的明星级酥饼 我国古代很多道士也推崇甜杏仁 称甜杏仁为杏金丹或草金丹 在他们看来 所谓金丹便是道家的长生不老药 杏仁还有润肤助盐的特殊功效 是古代养生家润肤美容的主要药物 杨贵妃所用的助盐方法就是以杏仁为主要 首先按古法炮制上好的食用甜杏仁 要特别说明的是 杏仁分甜杏仁和苦杏仁 制作美食一定要选甜杏仁 苦杏仁有药毒性 切勿食用 如果用杏果取杏仁 一定要选可做甜杏仁的品种 若辨别不清 切勿自己动手 取成熟后的可取甜杏仁的杏果 去果肉 留果盒 将取出的果盒至阳光下摊晒 少则二三日至和壳干透 摇动时杏仁发出响声即可收盒 将晒干的果盒砸破 将砸破的果盒连同果仁一并倒入剥挤 剥取部分果盒挑出果仁 取锅加水烧沸 倒入带皮的杏仁不停翻动 制肿皮由皱缩至舒展捞出 将捞出的果仁至冷水中浸泡 搓去肿皮 将去皮的果仁至阳光下摊晒 制干透 至此按照古法炮制的食用甜杏仁便做好了 取炮制好的甜杏仁 捣碎成粉 备用 接着做杏仁油酥和水油皮 取面粉 低筋折加 纸面板上 与杏仁粉混合均匀 注油 加入圓面粉一半量的豬油 好 入一糖少许 搅拌成面絮 揉成油酥团至一旁形面 取面粉低筋遮夹至面板上 加入约面粉一半量的清水 入猪油少许搅拌成面絮 揉成水油面团至一旁形面 面形好后便可包酥 取形好的水油面再次和面 擀成圆形的水油面皮 取形好的油酥面再次和面揪小团 将油酥包入水油皮内团成团 将面团压扁擀成长舌状面片 卷起再次擀成长舌状面片 如是多次 卷的次数越多 做出的杏仁酥起酥层次越丰富 待杏仁酥生批做好 用刷子沾蛋黄叶均匀涂抹在面片表面 取杏仁片撒在涂抹蛋黄叶的面片上 最后进入烤酥环节 无法自然少不了炭火和老傲子 取老傲子下生炭火 待傲子烧热 傲面刷酥油少许 放杏仁酥生批 盒盖中小火烘烤 待有热气持续冒出 焦香味外溢 开盖 杏仁酥成 密封 放权 切命 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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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